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65岁影帝万子良的状况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该网友不仅晒出了万子良的最新视频 还配文写道万子哥开心得像个孩子 从视频来看 65岁的万子良被一群人围在中间 他当天头戴黑色绒帽 上身穿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 里面搭了一件铜色系的毛衣 脸上还戴着一副框架眼镜 而万子良手上戴着一双深蓝色手套 脚上却穿了一双红皮鞋 颜色都挺显眼的 直见万子良全程盯着屏幕 脸上堆着笑容 看起来有些呆呆傻傻的 他一直保持着傻笑 但是网友们却觉得万子良眼神有些茫然 如今年过六许的万子良 脸上已有了岁月的痕迹 这纹比较明显了 当他笑作一团的时候 一双眼睛眯着 少了年轻时那种精气神 可以说是老太极险了 更令网友们感到奇怪的是 万子良周围的工作人员表情都挺正常的 大家都簇拥着万子良 也不同程度地盯着屏幕看 却没人像万子良那样一直傻笑着 而视频镜头一转 才发现万子良他们盯着看的屏幕 正是他们一群人刚拍完戏的片段 工作人员正举着平板电脑给大家看 不知万子良是否是想到了拍戏当中的趣事 才会全程都在笑 对此不少网友觉得 万子良在人群中独自傻笑的样子 有些甚人 担心他是否有精神问题 还有人认为万子良这些年平凡营业 到处伤眼赚钱 感觉都没怎么好好休息 毕竟他年龄不小了 还是要适度地休息一下 前不久万子良还被拍到参加某聚会 他在饭桌上显得十分的兴奋 一边和友人聊天 一边手无足蹈地比划着 看起来情绪挺激动的 虽然万子良当天穿着低调 但是脖子上却戴着一个大金链子 手表上也戴着一个宝石戒指 依旧显露出贵气 当时网友们发现 酒桌上不少好酒 看着万子良如此兴奋 都担心他是不是喝酒太过所知 而在七月底 万子良又被拍到排队做核酸 当时的他不仅对着镜头打招呼 还在做完核酸以后 对着后面排队的人群 匕首画脚的说着话 可是大家却没人搭理他的说话 显得挺冷漠的 因而有网友质疑 万子良的精神状态 还猜测他是不是患上老年痴呆症了 才会变得神神叨叨的 众所周知 万子良可以称得上是香港影视圈的老大哥 他早年在香港演艺界地位极高 他还一手提拔周星驰进军电影界 有与生俱来的大哥风范 不仅如此 万子良演技精湛 对于人物细节的塑造十分细致 1986年他与郑玉玲、刘嘉玲、吴启华主演了电视剧《流氓大亨》 成为当时的收视冠军 他在剧中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 接着万子良又主演台湾导演蔡阳明的《大头仔》 在剧中饰演吴靖成一角 一举斩获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同时他还出演王家卫的《望角卡门》 获得了第八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很多人都说 万子良引起大哥类型的角色来 一点都不比周润发 仁达华逊色 他在《赌王及古惑仔》系列中的表现 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除了丰富的演艺经历 万子良也曾有过几段情史 他早年因拍摄《大头仔》与女星甜妞交往 二人于1992年结婚 婚礼由韶夫主持 周星驰担任首席伴郎 但是结婚后四年 两个人并因性格不合在1996年离婚 据悉 万子良还曾与侍后邓翠文交往一年半 却也是无疾而终 2002年 万子良比小他16岁的空姐郭明黎再婚 两个人育有一子万大千 如今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很多人都知道 90年代周后期万子良逐渐淡出香港影视圈 视野低落 身材发胖走样 这些年他开始转战内地市场 被曝定居内地某现场 忙于四处商演走穴赚钱 之前他还被拍到在某个小酒吧卖力的演唱 近两年他又开始涉及短视频领域 会在网上发泄动态 不过一些网友觉得他现在为了赚钱 不管什么类型的商演走穴都在接 让人觉得万子良已不负当年之勇 也有网友觉得万子良的儿子才成年不久 他也是为了家庭想要多一点积累一些财富 不管如何 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影帝大佬 如今却被质疑精神问题 希望万子良能够多注意身体平安健康 现年65岁的香港知名艺人万子良 近年到常居在内地 所以他更多的工作重心 也都是转移到了内地市场上 曾经拍摄过不少经典作品的他 即使是如今在目前已经没有什么作品了 但是他还是大受影迷们的喜欢 人气完全是不输当年呀 因此在内地生活的万子良 可以说是经常获邀出席活动 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中 都还是能够看到万子良的身影的 不过在近年来 外界是多次传出万子良身体欠佳 行动不便的消息 但是尽管外界有这些消息 万子良还是依然四处登台表演 同时人气非常旺的万子良 在每一次出场的时候 却总是吸引到了很多人 前呼后拥 排面可谓是妥妥的大哥风范呀 日前有网友就在网络上 分享了一段万子良出席活动的短片 在短片中可以看到 万子良穿着一身西装 头戴着一顶鸭舌帽 同时他还更是罕见地留起了长发 再搭配一副墨镜 这一身造型可以说是像极了四哥谢贤呀 实在是非常霸气 而万子良的出场的排场还是很大的 在他的身后有一班工作人员陪同 不过当他走到舞台下时 显然他要踏上台阶还是有些吃力的 所以万子良需要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 才能够走到舞台上 但在走上台阶的时候 万子良又没有站稳 身体突然向后倾 差点倒了下去 好在工作人员及时地扶住了他 由此也是可以看出 万子良在行动上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方便的 不过后来顺利登台的他 也是很热情地 与台下的粉丝们打招呼 虽然说在舞台上 万子良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他踏上舞台 险些摔倒的一幕 还是引起了不少网友们的关注 大家都可以说 是很担心万子良的身体状况 并纷纷留言 是不是万子良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们留言称 这么大年纪还出来赚钱 真的是不容易 这是喝多了吗 身体好像不是很好 走路都像是在晃 等等 而虽然近来 外界一直在传 万子良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是真是假 我们也是不得而知 不过大家最希望的 当然是万子良的身体 可以是健健康康的啦 回顾起过往万子良的演艺经历 相信不少网友都是印象深刻的 在过往的很多港产电影中 总是可以看到万子良的身影 当年他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 饰演的都是反派大哥的角色 一手折天 气场可以说是无人能敌的 观众们对于他的这个印象 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龙兄属弟 古获仔之战无不胜 吕小龙我的兄弟 他来自江湖等等 都是过往万子良留下的精彩作品